我第一次参加高考是在03年的时候 然后04年又参加了一次 然后我想 然后等你们经历过高考之后 也许是同样的在你的上学生涯当中 也许做过最牛逼的事就是参加高考 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 希望你们不要有个压力好好考 祝你们进榜天天 熊孩子们 你们所经历的 姐姐若干年前也经历过 其实没多大事不要怕 然后最后想说 你看今天这么大太阳 缝考皮过 最后想跟我的宝贝外甥们说 希望孙大姨和赵大鹏缝考皮过 要争气哦 就是从你们上学开始 你们就知道高考是非常重要的 感觉自己生活的中心就是全部吧 相当于都是高考 但是高考之后你会发现 高考占你们的比重会越来越小 所以希望你们能够放平心态 无论你们成功或者是 六月将是你成功的开始 一分光源一分收获 努力了就不够 相信自己天道崇勤 高考必胜 基于每一位学弟学妹们 希望你们轻松一点再快乐一点 然后希望你们成功折贵 金榜提名 加油 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 希望学弟学妹们 心情放松 相信自己天心上下场 祝愿你们考虑自己理想的学谱加油 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 我们会有紧张 也会情绪上会有一些波动 但是你们也会坚信 你们背后有一群爱你的家人 朋友 同学 亲戚 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你 想要同背后支持你 我希望他们这种默默的支持 和帮助 能够使你们在高考当中 顺顺利利 平平安安 祝福你们 谢谢 考的全会 功德全队加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